上一次我们说了 我们要开始学习一篇叫签字文的文章 学会一千个汉字 这样我就能看很多有意思的书 对吗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签字文 那签字文这篇文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的 那好嘞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是在南北朝时期 有个皇帝是梁武帝首 他是在公元502年的549年 现在是公元多少年 2000年 2020年 对吗 公元2020年 那就是现在有多少年之前 1500年 对 就是大约在1500年前 在南北朝时期 有个叫梁武帝的皇帝 然后那时候 他们就弄了一千个汉字 说要学会这一千个汉字 就能启蒙知识 很多小朋友 但是呢 如果一千个字 谁也会爱着谁 是不是很难记 很难背 对 所以他就想 能不能把这一千个字 编成一篇文章呢 于是他就找了 他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大臣 叫做周兴四 周兴四很有学问 他就领了这个任务 他就把这一千个汉字拿回家 他弄了筋令状了吗 对呀 他立了筋令状说 我一定把它编成一篇 能好记好背的文章 于是他一天晚上 他就熬啊熬啊熬啊 终于就编出了签字文 可是因为太辛苦了 传说周兴四为了编签字文 一夜白头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就是在那个 是在那个观察海里那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那个 是他为了编签字文 因为太用功了 一天晚上所有的头发就都变成白色了 从一点一点变黑了 对了一点点变白了 所以说传说中周兴四为编签字文一夜白头 他编出了这篇特别有名的签字文 他不仅能通过签字文学习很多的字 同时还能学习天文 地理 自然 社会 历史 很多的知识 四字一句一共多少句 二百五十句 他第一句 你原来上游儿园是我记得你都学过 第一句是什么你记得吗 记得呀 什么 天地玄黄 对了 天地玄黄 对吗 可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天地玄黄 从我不知道 好了 那我们从今天的开始 一个字一个字学 那你把每个字的意思学会 你就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了 好吗 我们先来学天地玄黄 第一个字 天 天 甲骨文 金文 传书 这个是 历书 历书 对了 奴历 不是历历 是官吏写的书 叫历书 李敏青的小朋友知道了很多 有关文字的知识 是不是 可是我们先来学 这个天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光着身子的人 这就是在讲一个好玩的故事 就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上古时期 什么叫上古 就是在古代的古代的古代 最古代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文字 没有语言的时候 人们想说天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人想说天 他就站在地里边天上刮风 呜 刮到头顶 哦 天就是在上边的头 是不是啊 于是他就画了一个画 你看他就画了自己 画了一个小人 他的头是空的 空的里边估计还能过堂峰 哈哈哈 在那个 那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 咱们玩妖怪的这个游戏在上 这个 他的头里边能过风 于是呢 就画了一个小圆圈 代表头 这是什么呀 胳膊 对吗 胳膊腿 所以在最早的甲骨纹里贴 就是一个小人 是一个圆圈脑袋 对不是 然后呢 慢慢变成金纹 金纹呢 就比甲骨纹更像文字 但是刻在金属上 所以叫金纹 在金纹里边说 那脑袋就已经是实心的了 对吧 不知过堂峰了 已经变成实心了 但是到了传书 传书为了让这个字更好写 所以说就把这脑袋 从圆圈变成了什么 就变成了直线了 你的脑袋也是直线 你的脑袋才是直线的 那脑袋就变成了一条直线 也要是为了好写 传书里的是直线 但是在传书里 你看它胳膊和腿 是不是还是很明显的 咬着胳膊 咬着腿 对吗 嗯 那再往后 到了立书的时候 立书是为了让这个字写的更流畅 更好看更快 所以呢 在立书就跟现在的天更像 他的胳膊也伸成平的了 对吧 然后头也是一条红线 小红线是头 大红线是什么 对 然后还有左右两条腿 对吗 好 所以说天字就是这么来 最开始是什么 空心头人 空心头人 对 天字的由来就是一个小人 他的头顶就是天 所以呢 天字是怎么来 这叫什么文字啊 相形文字 哎呀 这个非 对了 相形文字 从相形画画出来的文字 叫相形文字 对吗 嗯 知道天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中国字 汉字一个字 有时候不代表一个意思 它可能有很多的意思 我们来看看天 到底有几个意思 好吗 嗯 有几个意思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好 天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 Sky 天空 对 Sky就是天空 这是它最直观的意思 对吗 天空啊 蓝天啊 天色啊 都是这个天 对吗 嗯 这是它最直接的意思 那它还有什么意思呢 Season 啊 还有Season Season是什么 天气 不是 Season是季节 嗯 是什么季节 那这个时候天空 我们会怎么用呢 会有很多词表示季节 记得吗 嗯 比如说 Summer Yes Summer是什么 夏天 对 夏天 还有呢 Winter Winter是什么 冬天 夏天 冬天 在这里边的天是代表Season 季节 对吗 我们来看天还有什么意思 Day 对 24小时是昼夜 那这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词呢 一天 天天 这都说的是day的意思 对吗 让我们看 这已经有三个孩子 Every single day 才是天天 对啊 Every single day 你 every single day 都要好好学习 可以吗 本来有十分 好 那现在天已经有三个含义了 对吗 我们来看它还有什么意思 大自然 对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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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天还有大自然的意思 比如说 天然的 天生的 小朋友天生就这么聪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OK 它还有意思是什么 也是它最开始的意思 头颖 对 头顶上方的top 是不是 top 在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意思呢 比如说 天窗 比如说 天桥 都说的是在上面 top 是不是 来 它最后 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要点这个键 好 就是什么意思 天神 God 就像你有时候你们小朋友经常会 Oh my god 对 Oh my god 在中文里我们会怎么说的 Oh my god 点一下 我的天哪 我的老天爷爷就是 Oh my god 对吗 嗯 你看 就一个天字 它有六个意思 对不对 它既说的是天空 Sky 又是season 季节 又是day 周夜 还有大自然nature 还有头顶top的意思 最后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啊 天神God Oh my god 一个天这么多意思 是不是 那天字 你一定会写咯 会不会写 会 不仅要会写出来 还要会写它的笔顺 笔顺很重要 就像盖一个房子 你能说没盖地基 没盖住的先盖房顶吗 对 那房子就会怎么样 crash 对 就夸塌了 对不对 所以说写字也一样 你一定要按照它的笔顺写 我们来看天的笔顺 应该是一笔顺 我知道怎么写 那你告诉我 告诉我 在这上的笔顺一下 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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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看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先是两个横 第一横要大一点 小一点第二横要大一点 因为人的脑袋要比胳膊要什么 嗯 脑袋 就是脑袋 就是胳膊 对 脑袋要短 对不对 左腿右腿要站稳 对不对 你看 我们在这个天字 他的脑袋和胳膊要在他的腰上 是不是 然后呢 他的两条腿要一左右要站稳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天怎么写 你想不想亲自来写一下 看看你写的怎么样呢 好 这个头好长 嗯 那我们看 麦子写的第一个天 写的挺好的 但是有些问题 我们的天格 首先不能写出格 对吗 嗯 写出格就不好看了 其次呢 我们那上半身的胳膊 往上一点 头小一点 那个头跟胳膊都一样长了 你有那么大的头吧 嘿嘿嘿嘿 然后头小一点 胳膊要长一点 两个腿呢 一左一右 让它站稳了 好吗 嗯 我们再写一个天 嗯 嗯 嗯 好多了 但是还是出了屁 这个人老是站到外头 这可不好 嗯 嗯 好多了 但是还是出了屁 这个人老是站到外头 这可不好 perfect 非常好 今天我们学会了这个天字 也知道它的所有的含义 然后呢 下一节课我们接着来学 天字文的第二个字是什么 地 对天地全皇的地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李敏青小朋友 还在努力写地 那下节课我们一起来弄清楚 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个地 而且它的到底有什么 几个意思 好吧 地到底有几个意思呢 我们下节课接着聊 椅子 有一个ilia 我给你带阳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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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